美国参议院2月13日通过了一项对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等盟友的援助开支法案 该法案将为乌克兰和以色列分别追加610亿美元和140亿美元的援助 此外 法案还拨款超过48亿美元用于向台湾等印太伙伴提供援助 目前 该法案在众议院仍面临部分共和党成员的强烈反对 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将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议题 与推动加强美墨边界安全的议题绑在了一起 众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周一表示 首要任务是在向世界各地提供更多外国援助之前 确保美国自己的边境安全 而目前的参议院法案对本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保持沉默 去年拜登政府推出一款名为CBP-1的手机应用程序 试图利用该系统鼓励移民不要在入境口岸非法跃进 与非法入境者不同 获得CBP-1预约的移民可以在被释放后申请工作许可 而不必满足拜登政府规定的更严格的庇护条件 据联邦政府内部文件显示 一年多来通过该程序的申请件数已超过6430万人 截至2月8日 南部边境入境口岸的美国官员 已经允许448701名通过CBP-1预约的移民进入美国 并通知他们在移民法庭上为自己的案件辩护 每天早上 美国政府都会发布1450个新的CBP-1预约 其中大部分是随机分配的 而30%是提供给在墨西哥等待时间最长的移民 那些没有预约到的人只能第二天再是一次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预约申请数量很高 但不是不合理的高 因为移民通常每天都会提出新的申请 直到他们得到预约 科罗拉多州的企业负责人与政治人物 如今为了阻止该州房产税调涨而结盟 目标是从明年开始为房产税定定上线 推出永久有效的减税 根据提案 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税收 每年增加上线为4% 房产税税率也必须跟着税收盈余调整 住宅房产税税率至少要从现在的6.7%降到5.7% 房屋应税价值给予屋主5.5万美元抵扣 商用房产税税率则从29%降至25.5% 提案指出将透过立法为地方政府 学区以及教育计划经费 因为房产税改变而出现的预算短缺填补资金 截至2月13日18时24分 2024年中国电影春节档 档期总票房突破45亿元 芯片主力阵容由热辣滚烫 飞驰人生2 雄出没逆转时空 第20条 我们一起摇太阳和红坦先生6部影片组成 其中由贾玲主演并导演的热辣滚烫和寒寒导演 沈腾主演的《飞驰人生2》皆为励志喜剧 前者因贾玲在拍摄过程中大幅度健身减肥的真实经历而受到加倍关注 春节档名枪之后 两部影片随即开启票房榜投名的激烈竞争 直至大年初三热辣滚烫的优势才终于逐渐明显 其票房已突破15亿元 以较明显优势领跑票房榜 飞驰人生2已约13.8亿元暂居第二 整体而言 此次春节档及部主要影片口碑颇佳 目前票房前4名的影片 在此间颇具影响力的打分平台豆瓣上 皆收获了7.9分以上的评分 1.1.8分以上的评分 4.4倍껏领地装 不评论 5.8倍 5.8倍 数分以上的评分 4.8倍 4.8倍 5.8倍 6.8倍 工赕受阻读 5.8倍 6.5倍 5.9倍